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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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缝是最大的 可以看到一点 透过窄缝 光线照进六百多年前的墓室 墙壁上满是彩绘 好奇怪啊这个东西 不像那种墓室的样子 这整体的形状 一看不是特别全 这是在山东济南一处考古现场 2021年5月 考古队员在济南市历城区 一处工地的前期勘探中 意外发现了一座墓葬群 三十余座古墓 年代跨越汉代到明清 其中六座原代砖式墓 大小相近 排列整齐 最先发掘的M7号墓 石门上写有 郭氏之门四个字 随后在M8号墓中 也有墓书提记 写明墓主人姓郭 考古队员判断 这里是一处原代家族墓地 墓主人均属于郭氏家族 接下来将清理M9号墓 考古队员发现 这一座墓上的规模比之前的都要大 在通往墓室的路上 一道砖墙挡住了去路 这是封门砖 一种封堵墓门的防盗设施 到墓门这个位置就发现了一层封门砖 而且是完好的 大家觉得这个墓应该有细 就是说大概率是没有被盗 考古队员很惊喜 此前发掘的M7号墓因为被盗 墓顶塌了一大半 墓室也被击土灌满 之后他们发现 M10、M11号墓也被盗掘 墓室垮塌 几乎变成废墟 而M9号墓 这座家族墓地中最大的墓葬 能逃过一截吗 怀着惊喜和期待 考古队员继续清理封门砖 并用手机记录下了当时的画面 封堵墓门的封门砖一层层减少 但后面却没有出现墓门 露出的是条石 考古队员发现 有两层防盗设施 挡在M9号墓的墓门前 一层是青砖 一层是条石 一 二 三 四 整整四块条石叠压在一起 将墓门完全挡死 小墓一般是很少有这种 这么大的那种封门石 顶多就是用点砖 因为那个这种送源时期的那种 比如说砖条墓呢 我们也做过不少了 就是说大多数呢 就是还是用那个封门砖 就是封一下就可以了 像这种呢 用这种条石 甲骨就是外面一层封门砖 里边再加一层条石这种 我们应该还是第一次发现 双层封门并不多见 这种砖石组合更加难得 还没进入墓室 行骑已经感到了惊喜 调石经过细致的加工 形状规整 叠放严丝合缝 卡住调石的是四个凸起的砖雕 这是在模仿木建筑上的门簪 最初门簪是用来固定门扇的构建 后来演变成身份等级的象征 古人婚嫁讲究门当户对 其中的户对就是指门簪数量 门簪数量体现了宅门等级的高低 M9号目的四个门簪 不仅是豪门大宅的象征 而且考古队员还发现 它暗藏玄机 正好贴合的 跟它贴合在一起 没有缝在里边 没有缝 最上面这一块虽然小 但是它这些凹槽 是对应了这几个这四个门簪 这样就可以保证 只能是这样平移才能出来 经过测量 四块条石最重的一块 超过了三百千克 仅凭人力难以移动 所以M9号目的发掘工作 只能暂停 接下来的三天 考古领队行骑度日如年 墓室就在眼前 只要移走条石 就能进入六百多年前的墓室 但此刻 它只能透过缝隙 隔门远望 刑骑需要一套移走条石的方案 安全地打开墓门 第四天一大早 大型起重机进入考古现场 今天 它的任务 是打开一扇六百多年前的墓门 为了防止车轮碾压破坏 起重机避开了考古现场平坦的路面 调臂慢慢地伸向天空 按照计算 调臂要伸到七八层楼的高度 才能在木道上方完成调石的垂直起吊 刑骑在木道中最后一次排查安全隐患 为起吊条石做最后的准备 然后抬出来 你把这个推住 我推着 我忙拿东西 好好好 注意安全 好嘞 这样子 那下这一块来的咱好质量 第一块条石取下了一半 彩绘录了出来 应该是吧 牡丹吗 像是牡丹 手上好了 我上这挪挪 你这样你睡一会 睡一会干不开了 行吗 好嘞 我上这一会 门楼上的彩绘出现了 尽管历经六百多年 但紧贴其上的调石并没有让彩绘褪去光泽 彩绘的颜色依旧鲜艳 此时 行骑还看见了露出的勇道 他无比惊讶 这马漂亮 快看这边 这匹马 看下马 老红色的大马 好漂亮 壁画的出现 让考古队员感到兴奋 移动调石的动作 也不自觉地加快了 第二块条石最大 也最重 三个人勉强才能搬动 绑好了绳子 远处发动机的轰鸣声再次响起 调石缓慢升起 为了安全起见 起掉的速度非常缓慢 走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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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那个地方会卡 那个地方 那个板肯定会卡 你随下它停啊 那个地方会卡 那个板 行行行 到那边看 看着往北游点 你那个血度上北游啊 行行行行 不行不行 没木道卡住了 不行没木道卡住了 这边还能往这里 东边平的上北游 这边别碰到了行 别碰到了啊 在边拉着 在边拉着点劲儿 无论向哪个方向拉动绳子 调石都死死卡在木道里 一动不动 悬在半空的调石 距离门楼只有几厘米 只要稍微向下松动一点 就会砸到门楼 考古队员很着急 却无计可施 当时已经蒙了 确实是已经卡住了 就是左右都不行 上下也不行 此时 司机只能将吊车挺机 等待考古队员的指令 快去 慢点慢点 走 不行不行 那边卡住了 不行 那边挤住了 已经使不上劲了 不断尝试 不断失败 就上部就有那个钢筋架杆 就是让那个空间变小了 就是第二块出来的时候 空间有点不足 调石离门楼太近了 所有人都捏着一把汗 很快 刑旗找到了问题所在 调装的时候 调整的位置不是很好 导致它是直直地平平地上来的 为了不让调石失控 两个人把住绳子上方 另外一个人迅速调整位置 一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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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刷一刷一刷 沒有在底下 好了 有地方 好了 好了 再 Evangel 再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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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代わ我代切 有一片方向 行行行 有惊无险 行行行 はい 很快 所有的条石都被顺利调出木道 木门终于全部显露出来 但是考古队员并没有第一时间进入墓室 他们在等待 雨室隔绝六百多年 墓室内的情况没人知道 墓室长期密闭 空气不流通 可能会存在有害气体 此地常有地下水升降 墓室结构可能已被破坏 容易发生崩塌 设计两层封门设施 说明墓主人心思缜密 墓室里有没有可能还设有别的防盗机关呢 调石移除几小时后 刑骑一个人最先进入永道 查看墓室是否存在危险 当灯光照亮这座六百多年前的墓室 满墙的彩绘让人震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墓室里看到了惊人的一幕 墓室顶部是一块巨石雕刻的莲花枣井 墓测厚度超过半米 重量至少几百千克 很吓人这个石头 巨石雕刻的枣井已经严重倾斜 大部分悬空在墓室 随时可能脱落 三分之一就下来了 三分之一下来了 在上面稍微有点震动什么的 搞不好就下来了这个东西 像谁也不敢进去 如果枣井从近五米高的墓顶掉下来 将造成毁灭性的破坏 这中午不行 先吃饭 吃饭再想办法吧 为了尽快排除险情 刑期决定用吊车调走莲花枣井 一位考古队员慢慢靠近墓顶 他的任务是给枣井绑上吊绳 枣井几乎悬空 稍有震动就可能塌路 如果枣井承受不住重量突然掉落 人根本来不及逃脱 第一次没成功 第二次没成功 第三次差一点 经过几次尝试 枣井终于被吊起 枣井落地了一刻 刑期才看清它的真容 枣井的边缘是雕刻规则的正圆形 连半诗有红彩 圆心是一个手掌大小的凹槽 这个位置会放铜镜的 它没法固定 应该就像现在上面的铜镜 但现在没了已经 枣井的险情排除 考古队员终于可以进入涌道 仔细查看了 通向目视的涌道 长度不到两米 墙壁上绘满了壁画 西侧是一幅牵马图 虽然只画了一人一马 细节却很丰富 人物头戴红色圆顶宽颜帽 身着白色诱刃长袍 他手握缰绳 牵着一匹红马 好像正要出行 涌到另一侧 对应的是车马图 一人驾马车 红色车轮 绿色车盖 码头朝向目视 似乎是牧主人 正乘车归来 车马图高度写实 很可能就是牧主人 真实生活的写照 养尊处优的生活 牧主人是否也一起 带进了牧室 涌到地面上 散落着几块碎瓷片 行其尝试拼合起来 我们简单拼合一下之后就发现 这样那些瓷碗 就明显的拼完之后还是有趣 我们当时就怀疑 是不是为了防盗 专门把这些瓷器 放在这个位置 放一些破的 考古队员判断 这些瓷片是牧主人使用的障眼法 目的是让盗墓者误以为 墓室被盗 从而放弃盗墓 显然 这位牧主人有很强的防盗意识 但之后的情景 却让在场的考古队员们大吃一惊 牧室里十分混乱 靠近木门的地面露出了一条沟 石板 砖块 散土 乱成一锅粥 对 有人过来 看到那个下只鼓了一样 在一块 考古队员仔细观察 发现墓室地面之下 竟然露出了海谷 难道墓室发生了塌方 还是遭遇了什么其他不测 行企在一片狼藉中试图寻找陪葬品 在墓室西侧地面上有一堆碎片 把瓷片拼起来 是一件高足碑 这一件高足碑右色银润 气形规整 应该是墓中的陪葬品 从瓷片状态上看 高足碑是在墓室现场打碎的 这里一定发生过什么变故 仔细观察 行其注意到 墓室的墙壁上附着一些黑灰 那是什么东西燃烧时留下的痕迹 灰烧了什么东西 黑灰的出现印证了行企的判断 盗墓者比考古队员更早进入了墓室 他们用火把照明 墙上的黑灰就是火把燃烧留下的痕迹 考古队员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幕 还是出现了 M9号目不仅被盗 而且被严重扰乱 但是考古队员并没有放弃 他们更加细致地清理墓室 希望能找到盗墓者遗漏的陪葬品 他们要清除墓室中全部的泥土 再用筛子仔细筛查 机土被全部清理干净 墓室的情况清晰起来 M9号墓室地下 有三个砖器的长方形空间 这应该是安放棺果的官室 三个官室之间有预留的小门相通 这是夫妻和葬墓常见的官室形式 之前发掘的墓专都是进入墓门以后 直接能看到墓室里安放的官果 而M9号墓为什么要把墓主人的安身之所建在地下呢 这个M9它那个墓室底部这个结构 相对来说是比较复杂一些 因为防盗措施做得好 它呢就是在那个墓底呢就深挖 就在最少得一米左右吧 这个用那个砖 清砖呢砌住这个三个官室 原来M9号墓是一座墓中墓 整个墓葬就像一间带有地下室的房屋 只是这地下室藏在地砖下 轻易看不见 墓主人就藏在里面 墓中墓是一种高明而且奢侈的防盗手段 就是同时建造一个或多个假墓 用来迷惑盗墓者 但是M9号墓还是被盗了 虽然盗墓者将陪葬品席卷一空 但还是留下了一件重要文物 在墓室正北的墙上 镶嵌着一块黑色的石碑 因为时间太久 沙土覆盖 一时很难看清 字迹逐渐清晰起来 大元国郭石宫之墓志 然后这里是济南路立成县 宝泉香 因为在元代确实是这一块 就属于济南路 后面的文字写道 祖营内东北角 于智元四年建修新坟遗所 这一段墓志表明 墓主人 郭石宫的墓 在整个家族墓地的东北角 墓志正中 刻有 郭正 七冯氏 七王氏的文字 原来郭石宫名叫郭正 郭正和他的两位妻子 一共三位墓主人埋葬于子 但是考古队员只发现了两具尸骨 两具尸骨分别位于西侧官室和中间官室 都已经高度朽烂 结合墓志判断 应该是墓主人郭正与妻子冯氏 最东侧的官室 应该是郭正的另一位妻子 王氏 官室内填满了泥土 但清理干净后 里面竟然是空的 这让考古队员感到疑惑 王氏的尸骨应该就在这里 可现在 他的尸骨去了哪里 直到考古队员 从清理到墓室的东北角时 突然在散土中发现了一颗牙齿 这很像是人的牙齿 但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考古队员在牙齿周围仔细寻找 突然墙角露出了骨头 在一堆散砖后面竟然发现了人的骨头 和头骨在一起的 还有一些枝骨和散碎的骨头 这难道就是考古队员苦苦寻找的第三位牧主人 王氏吗 为了弄清楚三具骸骨的真实身份 刑骑决定向专家求助 体制人类学专家赵颖生接到通知 当天就从青岛赶到了济南 进入M9号牧师 赵永生首先查看墙角堆放的骸骨 很快 它就像变魔术一样 拼合出一个下颌骨 下颌骨上一些牙齿上的细节 引起赵永生的注意 这就是磨牙有很严重的曲病 像这个第六颗牙齿了 一般大部分的牙齿都已经没了 然后后边这个位置 它这个夹侧面 夹侧面有曲病的样子 后边这个 它的鳞面也有曲病 这边右侧的一些 右侧的一些什么 右侧的一些鳅齿 也是有曲病的样子 曲病就是蛀牙 治疗不及时 便会引发其他口腔疾病 上河的鳅齿处 可能是受牙肉病和曲病的 多种因素的影响 这个鳅齿已经 大部的鳅齿已经掉了 已经脱落了 生前脱落了 所以说它齿槽是闭合的 齿槽就是包裹牙根的地方 齿槽闭合 源于牙齿脱落时间久了 窗上面闭合 这个有稳定的这种碳水的供应 有稳定的这种糖分的摄入 曲病都比较多 无论古今 稳定的碳水化合物摄入 都意味着食物的充足 而具体的食物 或许就化在牧室西侧墙壁上 彩绘中有两个包子 盛放在容器里 山东包子 直到今天都是当地美食 面皮包裹着各种馅料 虽然美味可口 但也是一种高碳水化合物的食物 综合头骨的各种特征 赵永生判断 这是一位女性 年龄在四十岁以上 头骨宽大 面部轮廓分明 似有几分男性的英气 而下巴尖细 又显示出女人的秀气 这位相貌 有几分男人模样的女子 很可能就是墓志中提到的王室 墙角的骸骨虽然散乱 但是从头骨到四肢的骨骼都在 专家判断 可能就在下葬后不久 王室被人移出官室 拖到了墙角 所以骸骨呈现出现在的状态 那么是谁闯入了墓室呢 突然一个细节进入了考古队员的视线 墓室北侧的地砖缺失了一部分 暴露出来的轮廓边缘 一侧整齐 另一侧并不规整 现在看它这个形状 你看可以看出现在它走向 如果这样看的话 但是它这个砖不是齐的 这是它可能一开始也从这往下找来 但最终是在这下的手 就是找到了这个墓室的真正的墓室 盗墓者掀开地砖 却没有向下挖掘 只是又打开了墓室南侧的底面 这似乎意味着盗墓者知道下面藏着官室 只是在犹豫从哪里下手 从现场看被盗的情况 就不像是随便乱翻的那种情况 就是直接感觉就是知大目的的这种寻找 为掩人耳目 盗墓者将墓顶几百千克中的枣井 先后移动了两次 最少四五个人 需要把这个莲花枣井搬开 因为这个墓就是说 莲花枣井下部就是这个砖 它们之间是用白绘粘节的 它首先要把这个莲花枣井和那个砖分离 就凿开 然后合力把莲花枣井搬到一边去 然后墓室里边官室上册的这个石板 需要好几个人才能把它搬动 这样盗墓完成之后 人再从这个盗洞 从莲花枣井这个缺口出去 再合力把它把莲花枣井搬上 这一座墓葬虽然被盗 但是依然为我们揭开了 元代郭氏家族的一段历史 元代郭氏家族的郭氏公郭正 具有两位骑士 他们共同养育了三子一女 郭正没有官职 以至于墓志上只刻有名字 但他至少是家族中的佼佼者 他的财力和精明在墓葬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或许这座墓葬曾陪葬丰厚 精明的墓主人不惜一掷千金 用巨石阻挡墓门 还在地下精心设计了隐藏的官室 然而这些防盗设施却没能挡住盗墓者 不仅墓室被盗绝一空 妻子王室还被移出了官室 这座精心建造的墓中墓 终究没能使见墓主人安身守财的愿望 破碎的高祖碑和彩绘地下楼阁 记录下了墓主人郭正一家曾经的荣光 也成为元代郭氏家族墓葬群 重要的历史文物遗存